Audio Jungle 大家好 欢迎来到威亚漫画频道 喜欢本频道的视频 请点赞收藏 现在故事开始 公司濒临破产时 哥哥死了 爸妈成了植物人 我被迫辍学 扛起了家里的巨额债务 短短三年 我为了业务 喝到胃出血 整个人骨瘦如柴 才把公司做大做强 后来 爸妈清醒了 我以为好日子即将来临时 我拿跳海的哥哥 带着气儿回来了 哥哥要我让出公司 爸妈也说他是男人 是这家的唯一继承人 我不服 夜里想找哥哥谈谈时 无意中听到了哥嫂的对话 老头子安排的嘛 我假死 他们假装植物人 谁想到他能把公司起死回生呢 惊恶之下我 我去找爸妈对质 却被情急的四个人 联手将我从楼上推下 任由我摔成烂泥 再睁眼 我回到了哥哥准备假死的那天 再次被班主任叫出去接电话时 我心里毛毛的 电话那头是我妈的无休止的唾气 呜呜 周一兰快回家 咱们家破产了 上辈子听到这话的时候 我震惊地在办公室里大喊了一声 什么 但是这辈子 我只是一言不发地举着手机 对面似乎没料到我的毫无反应 紧接着又说了一句 一兰 你是不是吓傻了呀 你先回来吧 有事回家再说 办公室里的镜子里 我看到了自己上扬着一个诡异糊涂的唇角 重生了 我当场请假回了家 这抹有意思的事 我怎么能错过呢 和上辈子的露树一模一样 我还没到家门口 就听到了安月 到家一看 客厅里已经摆上了简易的灵堂 呵 我的好哥哥又开始装死了 一兰 你终于回来了 快 再去看你哥最后一眼 你哥就要出病了 他接受不了这个刺激 居然跳海了呜呜 我看了一眼 围在家里的人们 多数都是上门来要债的 按照上辈子的露树 等送走了周炉 我这亲爱的爸妈 也就要开始假装植物人了 到时候 周家的一切债务 都将落到我的头上 而他们死的死病的病 任凭哪个债主 拿他们都没有办法 死丫头 你愣着干石磨 快去看你哥哥最后一眼啊 一会儿火葬场的人就要来了 你哥从小白疼你了 顶着所有人的目光 我压下眼底的算计 走到了周炉的身旁看了看 妈 我哥的脸色还红润着呢 是不是磨死 余光里 爸妈紧张地攥紧了拳头 我妈磨磨眼泪 想把我拉走 我爸则想过来把那层白布盖上 但谁都磨得逞 我直接把白布一掀 抱着周炉 就嗷嗷地哭了起来 没有眼泪 护他一声的只有口水 哥 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啊 都怪我 你从前就和我说 不喜欢爸爸妈妈 禁锢着你 讨厌这个让你觉得窒息的家 我当初就应该支持你 离家出走的 原本热闹的客厅 忽然就安静了下来 爸妈的脸色 瞬间变得难看 你哥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 自然莫说过 是我故意挑拨离间的 我哥不止一次地和我说过 他讨厌你们 讨厌你们无休止的控制欲 讨厌 哎 爸妈 你们看 我哥盛失喘气呢 我说完 周炉立马 就又平住了呼吸 爸妈也不再追究刚刚我说的话了 拉着我就要去旁边 生怕他们的好儿子 不能喘气会憋出问题 但我偏步 我在周炉的身边站着 一直不停地碎碎念 哥 我知道你恨爸妈 怎么还不死 让你莫办法提早继承所有财产 哥 听说你上周还跟咱爸的情妇好上了 你可别 因为这是压力太大呀 哥 你女朋友只是跟她的初恋 在酒店住了一晚 你怎么能这么想不开呢 我的瓜越抱越大 看着债主们的脸色越来越兴奋 爸妈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后 我才心满意足地给我哥盖上了白布 毕竟 他的脸和脖子都气得憋红了呢 希望我哥藏好 别露馅了 有意思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呢 家门口同时停住了两辆车 一辆是他们找人冒充火葬场来接中炉的 一辆是一波来集体催债的 上辈子就是周路先被安排走了 然后那帮要债的人一闹事 爸妈就直接齐刷刷地捂着心脏躺下了 后来去医院 医生直接确诊了植物人 现在想想 他们好像把最后的所有钱和人 都用在了安排他们的后路这件事上 而我是被这一家人摒弃在外 甚至还要反复利用压榨掉最后一丝价值的人 但这辈子在我的拖延下 两拨人同时来了 要债的人凶神恶煞 一进家就开始到处砸 周星 赶紧把我们的货款拿过来 老子已经容忍你好多天了 再不拿钱 老子拆了你的家 爸妈对视一眼 尽显交集 这次的交集是真的 因为闹事的人已经来了 但他们还莫把周路安排走 万一真被我给烧了怎么办 为了儿子 我爸第一次冲了一个年轻人 卑躬屈膝 再给我点时间行吗 我儿子已经因为这件事 想不开跳海了 我白发人送黑发人 先让我把我儿子送走行不行 求求你了 我在旁边假装被吓得滋挖乱叫 实则躲到了旁边淡定地看热闹 这拨人不尽人情 上辈子他们也是求了好久 直到他们俩双双倒下 他们才多给了我三天时间 为了孩这笔债 我差点掉了一层皮 大哥 我叫你大哥行吗 不管怎么说 先让我把儿子送走啊 我妈急得都给他们跪下了 但那群人 反倒像是抓住了爸妈的命脉一样 不仅没松口 还让人把车横在了我家门口 不还钱 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你儿子不行 就烂在家里吧 谁让他倒霉 摊上个做老赖的爹娘呢 爸妈急得团团转 想让人把周炉送出去的 但却又莫人感动 造孽 真是造孽啊 你们这魔干 就不怕损因得吗 我有钱一定还啊 现在墨钱 你让我还什么 你把我这条命拿走吧 对无赖耍无赖 有什么用 那男人哈哈笑了两声 然后歪头冲着周炉煞有其事地说 兄弟 看见了吗 你要是死不瞑目找你爹娘啊 实在不行 就先现身 把他俩一起带走得了 要不是咬着舌头 我就要笑出声了 亏得周炉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躺得住 眼看着实在不行 爸妈回头环顾了一圈 最后居然把气都撒在了我身上 周一兰 你不是这个家的人是不是 躲在那边看热闹呢 赶紧过来呀 看他们俩一左一右地拉着我胶带 一定要让周炉上门口的那辆车 我就知道 这俩人是要开始装病了 我配合着乖乖点头 现在说这魔多有什么用 快还钱 那男人说到激动的时候 还推散了我爸一下 正好 他直接借机躺到了地上 晕死了过去 那男人吓了一跳 不是 我就碰了你一下呀 你少讹人 话音落 我妈又熬得一嗓子哭了出来 我真是活不下去了 我儿子自杀老伴也倒下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 就这样 我妈也晕了 现场看热闹的人炸了锅 我则和那闹事的男人面面相去 我爸妈被你吓死了 他们欠你多少钱 两条人命够不够偿还 为了给自己多争取一点时间 我故意激动地冲着他大喊 那男人为了不承担责任 转头就跑了 为了做场面功夫 我还是叫了救护车 只是他们安排的接走中炉的人进来时 直接就被我呵斥了出去 活人重要 还是死人重要 我要先去医院 你走吧 仅剩的亲人听到这话 也一人一句地 直接帮我把人赶了出去 没想到 他们家最后还要 这么小的女儿撑场子 依兰说得对 这活人都忙不过来了 还能顾得上死的那个 刚走到外面 我就把门从外面死死锁住了 这辈子 都给我留在这家里还债 谁都别想跑 爸妈无疑又是 被确诊的植物人 上辈子听到这消息的时候 我觉得天都塌了 当时还咬牙撑着 给他们俩治疗了一段时间 花了不少钱 这次 我只是捂着脸 哭了半天 医生问我 他们俩年轻 目前还是有很大概率好转的 先去交钱 准备住院吧 我擦了擦墨须有的眼泪 然后怅然摇头 不了 我家破产了 墨钱 上辈子给他们治疗花的 都是我的私房钱 在背负巨额债务的同时 还花了二十万给他们治病 可他们根本没病 这钱哪去了 无非就是故意让我把最后的钱都吐出来 等过段时间后 他们故技重施 携款跑路 让我一个人承受这些苦难罢了 医生也错愕了一下 不是 他们俩还能治的 我认真看着他 是 但我不治了 转身后 我笑了出来 这辈子 还想花我的钱可不能咯 不仅如此 我还要利用他们 再赚一笔呢 回家后 我把爸妈 还有周路都摆在了客厅的正中间 家道中落至此 虽然有很多平时交好的人都 赶紧和我们划清了界限 但看我一个刚刚高二的小闺女 这么可怜 他们还是上了高高的礼钱 一蓝 叔叔们帮不上你什么 这点礼钱就当是最后的心意了 实在不行 你买张去国外的机票吧 躲躲呀 捏着手里的钱 我含泪表示了感谢 等他们走后 我把礼钱尽数装进自己的腰包 然后又在网上开了直播 上辈子 我为了还钱不得不退学 为了让公司起死回生 我几乎每天都不在家 他们之所以能装那么久 估计就是 趁我不在家的时候 从床上起来享受生活呢 这次 我唇角带着坏笑 既然喜欢装 那就一直装到底好了 网上总是有闲人的 到时候动一下 可就被抓住了哦 摄像头对着纹丝不动的爸妈 公屏上打着几个大字 跳海的歌 瘫痪的妈 倒闭的公司 和破碎的家 直播间里 一下子就涌入了不少人 我哭着和大家讲清楚了事情的原委 大概是过于生情病茂了 还被大家 评为了全往第一惨 爸妈本是想 今天就把哥哥送去火化的 可我想了想 还是不行 哥哥早逝 死后我怎么也要给他风光大半 必须在家里停购七天 网友们刷的评论 无意不是在同情我 甚至还有私信给我发红包的 但我都没收 只是众多私信中 有两个自称是医生的人 引起了我的兴趣 有人说 昏迷不醒 不一定就是受刺激引起的重症 搞不好之前就有其他病 只是莫发现而已 夜里盯着周炉的时候 我忽然心生一计 与其让他在这里憋七天 还不如用他的残躯做点好事呢 到时候我不信 他们还能继续装得下去 当天晚上 我就联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让他帮我演一出戏 等联系好一切 我就带着我爸去了医院 检查一圈下来后 医生直接给出了诊断 谁和你说你爸是受刺激 才导致植物人的 简直就是拥医 分明是因为心衰 有条件的话 建议换心脏 我当场就把周炉拉过来 让医生看 是否符合医治标准 检查结果当然是可以了 毕竟周炉是假死 我累撒现场 当场又开直播 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关心我的网友们 感谢大家对我爸爸的关注 我换了一家医院 医生说我爸爸是心衰 可以更换心脏的 神奇的是 我哥哥虽然死了一会儿了 但医生说他的心脏 还可以给我爸爸移植 我一边生泪俱下 一边用摄像头 对准着了周炉 防止他随时诈尸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唉 哥哥的心脏 放到爸爸的身体里 也算是生命的 另一种延续 博主也被太过伤心了 我把网友的评论 读了出来 周炉放在身侧的手 微不可查地动了动 我笑了 看他还能忍到什么时候 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现在就送哥哥进去做手术了 说完后 我直接让医生把周炉 推到了手术室里 摄像头正对着手术室的门 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 唇角上扬的弧度越来越大 这辈子 谁都别想再躲了 果然 几分钟之后 手术室里就传出了一阵 此起彼伏的尖叫 提前安排好的 医生连滚带爬地跑了出来 有 有鬼 诈尸了 诈尸了 一句诈尸 直播间的人气 瞬间大增 在所有网友的见证下 我那原本死去的哥哥 一步一步地从手术室里走了出来 直播间的公屏 开始迅速滚动 卧槽 这他妈不是开玩笑的吧 老子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事 怎么可能会死而复生 是不是故意这么炒作 我把手机放到了旁边 然后故意做出了一副 又震惊又害怕的表情 哥 哥 你怎么又 活了 说句话呀 你到底是人是鬼 钟如神色善善地看着我 见我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又开始继续装 那个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哎呀 反正活了就活了 还有 你怎么能随便捐赠我的心脏 咱爸根本就没有兴衰的毛病 你听这个庸医胡说八道 赶紧把爸带回家 哦 我像是六神无主似的 在原地转了个圈 随后又拿起来了 手机对着周炉拍 家人们 你们都看到了吧 我哥哥居然活过来了 这真是 话还没说完 周炉就满脸不耐烦地 直接把我的手机拍在了地上 拍拍拍 家丑不可外扬 你不知道吗 这种事情难道很光彩 赶紧给我满 赶紧给我滚回家 我公义表现得唯唯诺诺的 就是为了激起网友对他的不满 不是 他哥怎么这样啊 刚刚活过来 就这样对他妹妹 真不是我说话难听 有这样的歌 还不如死了算了 绝了 老天爷怎么这磨不开眼啊 果然是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我对他的表现 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毁了他的诡计 他一定恨死我了 而且 这和上辈子 把我从楼上推下去相比 根本就不算什么 我的心 早就在上辈子 凉得彻彻底底了 爸爸被带回了家 一进门 我就故意喊了一声 哥 你活过来我真的太开心了 咱们家现在这种情况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周炉恶狠狠地瞪我一眼 不活怎么办 等着你把我无码分尸 听到儿子的声音 我妈终于沉不住气眯着 眼睛看了看 我明明都看见他睁眼了 却还要装作无事发生的一开目光 儿子都醒了 他和我爸也躺不下去了吧 晚上我故意早早回去自己的卧室 给他们留下了空间 想想他们马上就要体验 我上辈子吃过的苦 我就兴奋地睡不着觉 上辈子为了还债 我唯一的出路 就是把公司重新搞起来 那时候的我才刚刚成年 为了签下一个订单 滴酒未沾过的 我在饭局上喝了半斤的白酒 饭局结束后 我抱着合同蹲在马路边 抠嗓子眼 大夏天被人戏耍在烈日下 等两个小时也都是常有的事 债主们的催债方式层出不穷 在我家大门上用红油漆写字 砸家 甚至还多次闯进我家里 想强迫我做三 差点被得逞的那次 爸妈就稳稳地在我旁边躺着 我根本想不出 他们那时是怎样的心态 他们从小就偏心我哥 长久以来的区别对待 早就让我有些麻木了 可那次我差点当着他们的面 被人侵犯啊 我的亲生父母居然在旁边无动于衷 后来实在走投无路 我就白天就去饭店刷盘子 晚上去夜店当DJ 凌晨还要送外卖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努力了三年 我才终于把外债还完 公司也开始稍有起色 那个时候 爸妈也开始悠悠行转了 多少个夜里我都喜极而泣 想着自己终于是脾气泰来了 可没想到公司恢复运转两个月后 死去的周炉回来了 顺便还跟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小男孩 面对着我震惊的脸 他大咧咧地说 叫嫂子 这是你侄子 爸妈高兴地皱纹能夹死一只苍蝇 就在我又拿下一个大鹅合作后 爸妈突然开始逼我退位了 你哥是家里的长子 唯一的男人 是家里的顶梁柱 公司本来就应该由他继承的 你懂点事 你哥从小带你不薄 你应该不会和他争家产吧 我实在气不过才想去找我哥讲道理的 却没想到在门口听到了内害人的真相 那一家人把我从楼上丢下去的时候 更是丝毫都没有手软 与命的那年 我还没过22岁的生日 这次我终于可以看着他们承受这一切苦难了 果然第二天我妈就先醒了过来 两天后我爸的情况也跟着慢慢好转 我配合着他们 每天都在上眼喜极而泣 眼泪都快要哭干了 爸妈 哥哥 你们能痊愈 真的是太好了 不然我根本就不知道 以后该怎么过 三个人都死死地盯着我 但是没有一个接我话茬的 我假装被他们冰冷的眼神 看得受伤 然后捂着嘴巴 开始茶言茶语 爸妈 你们醒过来了 怎么一点都不开心啊 网友们都说 都说你们是为了躲避债务 故意这样的 难道是真的吗 爸爸妈妈和哥哥 真的要舍弃了我吗 说完我就开始捂着脸哭了起来 透过纸缝 我看到他们三个 黑着脸的对视了一眼 周炉最气愤 还无声地骂了我几句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我不疼不痒的 最主要的是 他是家中长子 他都醒过来了 那家里的债务 和我这个还在上高三的妹妹 还有什么关系 我妈把我拉到了身边 当然不是 他们都是胡说八道的 你信家人还是信网友 我忍着恶心 顺势靠在了妈妈的怀里 一家四口 每个人都心怀鬼胎 第二天一大早 我忽然被一阵急促的 敲门声给叫醒了 我妈直接冲了进来 然后不由分说地 把我从床上捞起 妈 干食膜 还能干食膜 当然是跑啊 咱们公司倒闭了 欠了那么多钱 不跑难道要留下来卖命 我假装不知道他们的计划 还眨着眼睛 做出一脸猛逼的表情 赶紧收拾两件 衣服跟我们走 你要是再磨蹭 就一个人留着 他气得摔门出去了 房门关上的那一刻 我勾起来了唇角 爸爸妈妈 你们想的也太简单了吧 想跑哪里有耐磨容易呀 半个小时后 一家四口整整齐齐地 站在了客厅里 外面的天都还没有亮呢 这只是无奈之举 以后还会回来的 都小声一点 快走 我买了四个人的机票 说完 我把手当骑冲往门外走去 家门打开的瞬间 他又吓得惊呼一声 然后又想赶紧关门 看到家在门缝出的棒球棍 我无声地叹叹气 还是太慢了 他们怎么会来 谁走漏了消息 他们三个人互相看着 目光又落到我身上 我无辜地摊抬双手 还假装让自己的声音 有几分颤抖 爸妈 我不是今天早上才知道这件事的吗 下一秒 大门直接被人从外面狠狠踹开了 我爸承受了所有的力 当场就亮枪两步趴在了地上 老周 我妈心疼地想过去扶 但未首的男人却把脚踩在了我爸的脑袋上 看着他被踩得变形扭曲的脸 我心里瞬间爽了不少 你他妈的还想跑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亏你还当过老板 一点诚信都没有是不是 给我砸 把他们家砸得稀巴烂 家里的所有摆件 在一阵叮叮光光的声音中变得稀碎 我妈和钟炉一会护着古董花瓶 一会护着家里的名画 忙得不可开交 大哭声夹杂着破碎声 无比悦耳 全部砸完之后 那男人拎着我爸的衣领 把他扯了起来 赶紧给老子还钱 否则这次砸的是你家 下次这棒子 就是落在你脑袋上了 掏钱 爸妈还一口咬定 自己墨钱 但那几个债主对视一眼 这次直接光光鸡拳头 砸在了我哥的身上 我在旁边看 心想 他们总算是聪明了 周炉能够假死躲债 他手里一定有钱 给不给 给不给给不给 周炉被人拎着 毫无还手的能力 我适当地扯着嗓子哭了几声 别打了 别打了 赶紧给钱吧 周炉挨了几下 就彻底绷不住了 你们还愣着干湿魔 想让我被打死是不是 赶紧给钱啊 哎呀大哥 别打了 别打了 他们有钱 这两个老东西 一定还有钱 债主这才冷哼一声 松开了手 爸妈对视一眼 面露难色地 从包里拿出来了 一张银行卡 那男人一下 就把卡夺了过去 密码 这里面有多少钱 我爸都带了哭腔了 就 就只有最后的一百多万 兄弟 你给我们留一点吧 剩下的钱慢慢还不行吗 债主骂了我爸妈一顿就走了 而我看着他们的眼神 则变得忧怨 一百多万 上辈子 我难成那个德行 他们都从未把钱拿出来过 家被砸了 那一家人 如同丧家之犬似的 坐在沙发上 谁能告诉我 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根本就没有走漏风声啊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不着痕迹地 扬起了唇角 重火一次 我怎么可能对他们没有防备啊 那天从学校回家的路上 我顺手买了一支录音笔 他们在客厅里商量的计谋 我早就听到了 当然 还有他们因为我的胡说八道 撕逼吵架的话 我也听到了 所谓的带我一起出国 不过是看现在 实在摆脱不掉我而已 他们还打算回头把我嫁给有钱老男人 顺便再利用我捞一笔 都已经这样了 还猜测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有什么用 周炉捂着自己被打得流血的鼻子 还是赶紧想想怎么还钱吧 全家人又都陷入了沉默 我爸也只会坐在沙发上 暗声叹气 一瞅莫展时 他们又都齐刷刷地瞪向了我 你个死丫头 我什么时候有心衰 需要换心脏了 嗯 现在需要还钱 怎么办 你告诉我怎么办 呵 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要不是我做了那场戏 他们到现在都还保持着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态度呢 但为了防止他们 把主意打到我身上 我拿出了自己提前准备好的 三万块钱 爸妈 这是我这些年攒的零花钱 先用来还债吧 这点钱够干什么的 虽然嘴上这魔说着 但我妈还是把钱放到包里了 我洋装害怕地抓着衣服 过了一会 又故作懂事地主动提出 爸妈 那我还是先不要上学了吧 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 但我可以去饭店刷盘子 多少也能赚一点的 我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他们自然也知道 逼不出我什么东西 说完后 我直接转身回房间睡大觉了 这辈子 我只要做做样子 然后静静地坐高台 看戏就好了 其余的债主 也开始一天一天地上门 一会是在大门上 颇红油漆 一会又是往门口 放老鼠的尸体 又或者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来疯狂砸门 一家人都深受其扰 我妈更是被吓得神经衰弱了 而我则第一时间 以打工赚钱为借口 从这个家逃离了出去 我对家里宣称 是去做了服务员 实际上是托人 给自己找了一份家教的工作 我手里有点零花钱 但是并不多 有上辈子的记忆在 我非常清楚 如何解决家里的这次危机 但我却并不愿让那一家人 坐享其成 与其帮助他们 我不如把真真切切的好处 全都放在自己身上 只是 那一家人 现在的日子可不好过 他们就像被人在后面 疯狂鞭挞抽打的牲口 就算是想盗老赖 也不得不出去干活 我妈的所有珠宝首饰包包 全部都卖了 然后去做了服务员 钟如和我爸则像我一样 开始疯狂谈业务 找关系 试图挽救这次危机 但我怎么可能让他们度过危机 重新过上好日子呢 上辈子 他们三个合起火来把我从楼上推下去 我永远记得自己的亲妈 死死掐着我脖子 把我往窗外推的样子 你一个死丫头 还想跟你哥哥争家产 别挣扎了 赶紧走吧 这个家是你哥哥和嫂子的 身体下坠的时候 这辈子的经历 如同电影那样 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我在这个家里 莫享受到过什么 他们众男轻女 恨不得把我当成 周炉的丫鬟用 危机来临时 他们给所有人 都安排好了退路 只有我被推上了那座刀山 我本就是从地狱里 爬出来的人 那这辈子 就让我来做一次恶魔的推手吧 当我再一次听到 他们要计划着跑路的时候 嫌弃直接达到了顶峰 当然了 为了能够成功逃脱 他们又决定了 把我推出去 被叫回家之前 我给一个男人打了个电话 电话一接通 就传来了极其暴力的声音 谁 这就是上辈子 差点强奸我的人 他和我们家的处境一样 都到了穷途末路 只是我们家欠了他一笔巨款 只要拿到这笔钱 就能解决他的燃眉之急 我开着变音器说 杏周的一家欠你的钱 你还想不想要了 那男人瞬间就振奋了起来 他在电话那头脏话连篇 老子当然想要 那帮畜生根本不给我 他们没钱 拿什么悬 我把他们前段时间 刚刚给了另一个男人 一百万的是说了出来 他果然暴怒了 当场就想去我家找他们算账 我嘲笑了一句墨脑子 然后就把他们准备逃跑的事情 告诉了他 连具体的航班号都说得清清楚楚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 我没回答 直接挂了电话 人啊 被逼急了 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他现在只有两条路 要么从我家拿到钱 要么变成像我爸妈一样的丧家之犬 而且他更严重 欠的还是高利贷 所以上辈子他才会对我做出那样的举动 自己都要完蛋了 强奸算什么 我冷冷地盯着那串手机号码出神 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 等我到家的时候 那一家人还特意做了一桌子的饭菜 我妈不停地往我碗里夹着菜 都是爸爸妈妈对不起你们 害得你小小年纪就不能继续上学了 没关系 一会儿你们就能偿还回来了 多吃点吧 看你最近累的 都瘦了 这种温柔 是我从小到大都难得一现的 依兰啊 我和你爸都商量好了 你年纪还小 以后就不用打工还钱了 我故作诧异地放下了筷子 啊 那咱们家的外债怎么办 周炉忍着眼底的不耐烦 我们三个大人赚钱 还差你这么一个 总之一会儿你就在家里待着 我们出去上班就好了 我没多说什么 点点头就硬了下来 一顿饭吃得极味仓促 他们随便吃了两口就走了 看着紧闭的大门 我打开手机 不紧不慢地追了个剧 一个小时候 家门就又被砸响了 我直接去开了门 映入眼帘的又是另一波要债人 还钱 我当着他们的面 给那一家三口轮番打个电话 无一例外的 电话都是关机的状态 于是我故作慌张地看着他们 我打不通他们的电话了 大哥 你帮我给我爸妈打个电话好不好 还不等他骂人 我就又挤出来了两滴眼泪 我爸妈上次就逃跑了一次 这次会不会是又跑了呀 他们怎么没带我呀 说完 站在门口的几个人 立马皱起来了眉头 上次你们想去哪 想坐飞机去国外的 他妈的 去机场 我看了看时间 又看看了这匆匆而去的一拨人 嗯 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呢 我一直等到了凌晨一点 可是他们既没有回来 我也没有在网上刷到任何的交通事故 这三人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于是在超过24小时后 我直接报了警 怀疑我爸妈遇害了 呜呜呜 远景求你救救我爸妈 远景当天就查到了 他们三个飞往意大利的机票 一家三口整整齐齐的 唯独没有我 就连远景都有些不知道 如何向我开口 我可怜兮兮地抠着手 然后勉强挤出来了一个笑脸 远景叔叔常叹着气 拍了拍我的背 放心 叔叔们一定把他们找回来 谢谢叔叔 我含着热泪 冲他们鞠了个躬 只是两天后 远景叔叔带给我的是一个噩耗 孩子 你爸妈还有你哥 被债主杀害后 倒卖了器官 人已经成立一副空壳了 为了防止自己控制不住地笑出来 我直接一头栽在了地上 终于 终于死了 那个穷途陌路的恶鬼 也莫让我失望 这下 他也要锒铛入狱了 这是一场巨大的凶杀 和贩卖器官案 很快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再加上 我本就有一定的粉丝基础 网友们纷纷跑到我的评论区下来安慰我 网友的眼睛就是雪亮的 他们早就看出来了端倪 我就说上次的他爸妈忽然康复 还有他哥死而复生 很奇怪吧 公司破产 一家人要磨死要磨贪 不得不说真是一个极好的躲债方式 这次又出了一个三张机票事件 基本上可以实锤了 那三个畜神根本就不爱他 一直想的都是带着儿子跑路 把女儿留在这个火坑里 妹妹别难过 这对你来说反倒是好事 翻看着网友的评论 我心里暖暖的 那三个人因为要债死于非命 其他债主也不敢来骚扰我了 过了一段时间后 我用这件事做借口办理了修学 有上辈子的经验在 我想要东山再起 简直太容易了 一年后 公司在我的经营下 又渐渐恢复了正常运营 还开始小赚了一笔 这件事也慢慢淡出了大家的记忆 我也又回去了学校继续完成学业 高中毕业后 我上了一所家附近的大学 一边上学一边经营公司 无拘无束又实现了经济自由 三个社友整天抱着我的大腿拍马屁 依兰 你的跑车什么时候开过来 让我们感受一下呀 依兰可不渴 喝不喝水 我去食堂帮你带饭好不好 看着他们故作夸张的样子 和谄媚的表情 我给了他们一人一个大白眼 毕业后 又把他们都安排进了自己的公司 这辈子简直不要太舒服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